欢迎收听神中科《效法主耶稣》 今天是8月5号 题目是《大地要为勤劳的工人出产丰富》 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书34章27节 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 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 我切断他们所付的厄 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勞之人的手 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土壤的预备需要更多广泛的知识 关于可以从土地得到什么呢? 人的眼界不够广阔 其所随从的常规合习没有变化 结果令人失望 为愿受过教育才干能够改进工作的方法 这样也是上帝所希望的 在农业和建筑以及其他的任何部门 都需要以智力和受过教育的才能 来设计出最好的方法 提高农动效率 上帝为人类的益处而造这个世界 他必从土地提供方法供养勤劳的工人 山寨完全预备好的土壤类的种子 会有收获 上帝能够为他的子民在抗野摆设 其实人类看到旧约圣经 就会看到关于正确对待土地 主比他们知道的知识更加多 土地在耕种数年之后 贡献其财物给人之后 就应该让土地休息 然后改种其他的作物 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之中 学到关于工作问题很多的教训 大地有其隐藏的珍宝 主甚愿千千万万在城市里面 擠涌等候机会 博取成头微利的人 都来到从事狠值的工作 要让地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 什么都不能够做的 起初上帝观看他一切所做的 之后就宣布甚好 因为人类犯罪的原故 就座能到这个地球 但是难道可以让这个咒座 因犯罪的增加而加重吗 人的无知正在发挥有害的影响 懒惰的仆人正因他们懒惰的习惯 而使罪恶增加 很多人不愿意祸流满面感而得到户口 他们不肯耕种土地 然后大地珠般的腹位 却是隐藏在地的深处 等待那些有勇气 意志和毅力的人 去搜索和汇集这些财宝 谁愿意去做传道人 去教导青年和教导那些 愿意学习正确方法工作的人呢? 今天的内文就说到这里 欢迎明天大家再收听 再见